我想請問石小念小姐 最近網傳您改變那半話 沒有經過原作者的同意和授權 這是真的嗎 這 這個 我 這位 請問原作者西貝在微博上說 將借助法律手段的維權 石小姐有收到過相關信息嗎 借助法律手段 宋經理不是說那是誤會嗎 這 怎麼回事啊 謝謝 謝謝各位的永遠疑問啊 但是 希望大家 不要亂接手 秩序一個個來 來 拜託 不好意思 大家 請大家給我一分鐘的時間來解釋 首先 我對這件事情向大家道歉 在參與漫畫改變之前 我的確有聽說過 版權糾紛的問題 但是當時製片方有給我保證 說很快會解決 可是 我的工作領域 主要是在內容創作方面 所以後期也沒有再多問 多了解 因為我的說呼造成了這樣的差錯 實在是保證 好 請問 第二看 可是西貝老師在接受我們採訪的時候說 他師父主動跟您的團隊溝通過這個問題 但是直接被你們拒絕了 請問這件事您怎麼解釋呢 我沒有拒絕他 而且我根本沒見過你說的這個西貝老師 這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都別著急 還是我來跟大家說吧 對不起 各位媒體朋友不好意思 我姐姐她比較少出現在台前 對於這樣面對面的交流 她可能還不太適應 所以就由我來替她回答這些問題吧 剛才主持人說 我是我姐姐漫畫的忠實粉絲 其實不是一句宣傳語 我姐姐她很久沒有出版新的漫畫了 前幾天回到家中 她突然跟我說了這本小說 說授權她做漫畫 沒準還能改編成影視劇 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姐妹倆還能合作呢 別說是我姐姐了 我聽了也很高興 唯一美中不足的 可能這個漫畫出現一些版權問題 但是很快就會解決的 所以我姐姐 可能她也沒有太在意 這麼說石小念小姐 不是沒有在意版權問題 而是明明有問題 卻還是堅持侵權了 我姐姐她只是想要做好 我的作品 對於這樣好的項目和機會 誰也捨不得放棄 我覺得這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不小心忽略了一些問題 我姐姐剛剛也道歉了 希望各位媒體朋友多多理解 我相信我姐姐很快就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在說什麼呢 請問石小姐 為什麼要拒絕西北老師呢 關於她拒絕西北老師這件事情 其實 這件事 這件事 我先把我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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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拒絕了 我拒絕了 你拒絕了 師哥 你沒人管一下 趕緊去休息一下 走 小妮 我拒絕 好好發協 小妮 我這拉兩下時間 給你 那個他們應該很快就能恢復了 咱們怎麼辦 不管怎麼樣 我現在就要離開 不能走 你怎麼這麼傻啊 現在不走 等著留下來被他們看笑話嗎 這件事情本來就是因為我而氣的 我現在走了 我都沒有來得及結實 還沒搞明白呢 只要今天所有的媒體明白 現在可以走了嗎 好 來 你還敢來呢 施小念 我有話跟你說 正好啊 我也有話要跟你說 你要對我說什麼 快說吧 我要跟你單獨說 都什麼節骨眼上 還單獨談呢 裝什麼神秘啊 關你什麼事啊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你對媒體的這些說辭 是有人指使你的嗎 沒有 誰能指使我 我不知道誰能指使你 但我知道誰能要挫你 你很想知道沐千初的狀況吧 畢竟他已經失蹤幾天了 這是他主治醫師發來的 你好好看看 這是他主治醫師發來的 喂 桃兒 我這邊的檢查過了 沒有什麼問題 他現在是一個人的 喂 牧總 現場怎麼回事 直播怎麼停了 聽說這邊跳閘斷電了 正在恢復 斷電 為什麼會斷電 除了斷電還有什麼別的情況 沒有 現場除了是小念和實地之外 有沒有別人 比如說公毋 還有恩義的人 並沒有看到 那他們趕緊處理吧 如果見到恩義的人 就要媒體拍下來 這不可能 他明明跟我說 千初恢復得很好 還說找了醫生照顧他 讓他早日恢復記憶 好回到原本的生活 原本的生活 你說的是你做穆太太的生活 你怎麼做的 千初他不見我 我只能通過他知道千初的近況 而且 學姐也說了 只要我幫他 他就好好照顧千初 找最好的醫生給他治療 讓他接手公司 還說 會在他面前幫我說好話 讓他早點提起我 所以穆學已經把穆氏 從穆千初手裡的所有重要項目 全部都拿走了 你也不知道吧 他不僅不會幫穆千初回到原來的位置 他最近還在一直聯繫金融律師 以及穆氏股東 準備吞掉穆千初全部的股份 這不可能 沒什麼不可能的 事情已經發生了 就像你看到的那樣 在吞掉穆千初的股份後 就會強制把他送到國外休養 可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穆雪不是穆千初的親姐姐嗎 他利用我 我還以為他不會騙我呢 那 那千初到底怎麼樣啊 學姐說他身體恢復得不錯 是真的嗎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知道 穆千初也並非手無伏肌之力 就算穆雪控制了他 我相信 他能照顧好自己 所以說了這麼多 去調查小念漫畫的人就是穆雪 對吧 好 他們兩個去哪兒了 有人看見石膠姐了嗎 小念 讓我去吧 你們倆快走 趁機者來之前 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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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幹嘛去啊 我要去告訴他們真相 你不能上去 你不能上去 我要去告訴他們 穆雪到底有多可惡 對千初 對你 而且今天我說這句話 全都是他教我說的 還有你們之間那些事 也都是他一手策劃的 我要去告訴他們 他還騙了我 他騙我做了好多事情 你怎麼跟小時候一樣 還這麼愛哭鼻子 我在呢 小迪 你現在這個樣子怎麼上台啊 穆雪那些話 你真的覺得能說出口嗎 千初現在還在他手上 他對他能做什麼 咱們都不知道 你這個樣子做 太冒險了 那現在怎麼辦呀 記者 記者都在外面等著呢 而且我剛剛還說了那種話 這怎麼收場啊 沒事的 你可是一個女明星 你這樣子哭 被別的記者看到了 我可怎麼辦呀 你怎麼想要到有一個人 你從那個人到那裡 我來吧 你自己去看 你留在這兒 大家安靜一下 感謝大家的配合 我們的電力已經恢復了 再次有請石小念小姐登台 来 首先我要给今天到来的 所有媒体朋友 关注我的读者粉丝 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狂暴女孩 这本书的原著作者 西北老师 道歉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我的狂暴女孩 存在版权问题 的确我很早就知道 无论这其中有多少误会 造成这次风波 最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我自己 是我太不谨慎了 这一点 无可辩驳 作为一个原创作者 我其实很能理解 西北老师 被侵权的愤怒 给她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我在这里表示 深深的欠缺 而且还牵涉到了 我妹妹以前的这件事情 对 石小姐 刚刚石地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你是故意说谎的吗 其实你根本就知道版权问题 但是为了自己的作品 却依然故意去侵权 或者说是石小姐在报复你吗 毕竟大家一直听说 你们两姐妹的关系 非常一般 甚至因为情感问题 发生过矛盾 不是吧 不是说石小念 抢石地男朋友吗 我听说的可不是这个版本 看见今天很好戏看 我和妹妹之间 没有任何问题 这件事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她毫不知情 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我告诉你们 以后再说我妹辫子 我就忘你们头发 听到没有 走 好了好了 别害怕了 出来吧 你看 姐把他们打跑了 他们油耗再也不敢了 你看你的脸 全是烧 还有我的头发 回去以后一定要被爸妈骂了 没关系的 头发乱了 姐姐帮你说好就好了 伤 就说是跑衰了 每次撒谎成功火 把一身就露下 没关系 走吧 走吧 小弟 怎么了 发带发了老半天了 小时候为什么我跟施晓念 在外面打架 你一审就审出了吗 因为你姐啊 是 我姐她从来不会撒谎 你一问 她就都知道了 不是她不会撒谎 是只要她说了实话 我跟你妈肯定待着她说 也就没空骂你了 这么想起来 小时候我还真的没怎么被骂过 你姐那点小心思 我还不懂 你们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只怕她不骂我呀 小弟啊 你姐啊 她是想护着你 就是你们姐妹俩 一点小默契 我跟你妈又何必要破坏杰川呢 怪不会遭她们一双眼战事 我还想起来